北京时间9月22日消息,2018年ATP正比德宝赛,结束两场半决赛的较量,赛会头号种子蒂姆以6-4-3立科埃古特,和对手交手四次取得首胜, 接今年法王后再进决赛,这是他今年第五个南丹决赛,也是他时隔两年再进印第三决赛,而瓦林抢6-4,3-6,5-7遭克里赛逆转,无缘决赛,2012年赛会冠军克里赛生涯首胜瓦林抢,打进第七个全会赛南丹决赛, 蒂姆在美芒结束后参加了联合会杯,帮助奥地利获胜后又马不停歇来到圣地德宝出战,作为头号种子的他半决赛的对手是阿古特, 两人在2015年三次交手都是阿古特获胜,首盘比赛,两人的把球状态都十分不错,一路各自爆发,战至4-4,第九局蒂姆轻松爆发,将压力抛给对手, 结果阿古特飞爆不可的一局没能守住,蒂姆又当次先下一盘,第二盘,开局各自爆发后, 阿古特在第四局送出两个连续的破发点,但是蒂姆都没能把握住,随后蒂姆也出现波动, 但是奥地利人挽救了破发点后爆发,第六局阿古特的发球局再次出现松动,蒂姆这次终于把握住机会,一局破发, 取得4-2的领先,此后两人互保,蒂姆以6-3在下一盘,晋级决赛,另一场棒决赛, 保林抢和克里赞此前交手三次,瑞士仍保持全胜,今天的比赛已开局,保林抢也是率先进入状态, 首局就实现了破发,并将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最后,以6-4先升多元, 第二盘,克里赞在开局挽救了破发点,成功爆发后提升了士气,此后他展开猛攻, 终于在第六局收到成效,破掉了瓦林卡的发球局,并成是以6-3扳回一盘, 第三盘,克里赞成胜追击,连破代保开局取得3-1的领先,经验丰富的瓦林甲随后提升了机球的稳定性, 在第六局实现回破将比分追至3-3平,此后两人各自爆发,比赛进入到5-5, 第十一局把瓦林卡的发球局再次失守,克里赞在发球胜赛局里挽救破发点, 把握住第三个赛点机会以7-5拿下,实现逆转,晋级决赛。